我要來介紹我們要怎麼用RFID 讓卡片讀取的數值傳到我們的Excel試算表裡 然後建立一個檔案 首先呢我們要先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然後在這裡幫我們打ifttt 進去之後呢我們點第一個 然後這裡我們先登入我們的帳號 這裡的帳號我們選 看你之前有註冊過我們就選那個註冊過的 進去之後呢我們在這裡點 這裡有一個create 新增 我們的專案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if list 我們把這裡add點下去 這裡然後搜尋關鍵字 我們新增第一個東西要先增一個web的 的這個 上次有用過的這個 我們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我們在這裡打點下去 進到這裡有一個畫面 這裡要讓你輸入一個name的東西 我們這裡打home 然後我們按create 然後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這裡會有個let 我們再繼續按add 然後這裡我們可以新增一個google的試算表 會有它的名字叫sh-e-e-t sheet google sheet 然後我們要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按第一個 記得要點第一個 然後我們connect 然後選擇我們剛剛註冊進來的 Google帳號 然後這裡要要求呈現 我們按按鈴數 接著呢我們這裡幫他取個名稱 我們這裡打上下班 打卡 接著呢我們這第一個位 這裡會有一個raw 就是一個建立資料表 ECEL的資料表 我們第一個欄位是我們的時間 就是我們的RFID卡片刷下去之後 然後我們的他會 他會把這裡的 的第一個寫你刷下去的時間 而第二個呢是我們的名稱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卡號 我們的value值 我們這裡只要用到一個value值 就是我們的卡號而已 所以呢我們把這三個把它刪掉 這樣我們第二個格就完成 資料表建立就完成 再來就把我們的位置把它 改一下 我們寫 IFTTT就好 然後我們去創建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 然後按 Creating 然後按下 最後一個 然後按Finish 接著呢 如果這裡沒有打開要把它打開 我們的專案才會正常的運作 然後按下這個 一個 然後按 最後一個 要選你剛剛的那個home的那個 如果你之前建立過的話 就看你是剛剛建立到哪 是哪一個 你把它點下去 然後這裡 把它點下去 進來這畫面之後呢 進來這畫面之後呢 我們按 這裡有一個這個 按下去 它會跳出另外的視窗 這裡會 這裡有一個 這個框框就是讓你去連結 我們的 就是建立一個連結 然後這裡 這一格的裡面要打 我們的 創建的名稱 我們剛剛是打 然後 我們可以把這串連結 複製下來 我們等一下寫程式會用得到 這裡呢 會有一個 Test is 你可以按下去 然後它會傳一個 時間跟你的名稱 到你的Google視線表裡 如果有接受到 就代表你這個專案 建置成功 我們先 我們就按一下 它就按綠色的 變成綠色 代表說它已經成功了 傳到你的 Google視線表 要怎麼去驗證呢 我們可以打開 等一下打開我們的 Google視線表裡 然後它會等一下 會有一個 上下半打卡 的名稱把它點進去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等一下測試的那個 接著我們縮小螢幕 然後呢打開我們要撰寫 D1 mini的環境 把它點開來 然後我們在這裡一樣要 import machin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接著呢我們要 我們要 import套件進來用 所以呢我們要 import 我們的那個套件名稱叫做 MF 資料庫 韓式庫叫 MF RC522 再來呢我們要 用的是 Network 接著呢我們要 再來就是要去讓它 連結到我們剛剛那個 網頁的 網址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 YouRequest 讓它去做連結 動作 再來呢 我們要讓它 暫停 幾秒 或是幾分鐘 我們就要讓它 import一個time的物件 套件進來 這樣我們就大致上完成 然後可以進到我們的 主程式 我們接下來要寫的 東西是要讓我們的D1 mini 連上我們的 家中的網路或是自己手機 發送出來的網路 讓它去做一個連線的動作 這裡面呢把我們打下 我們的記憶台的名稱 跟帳號 這是 以個人的情況去 寫的 像我的話我是用 我的記憶台名稱叫 ASUS 我就打ASUS 在最後面這個引號裡面呢 是打我們的 密碼 這個機機塔的密碼 連進去這機機塔 當然要有一個密碼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密碼 才能連進去 這樣我們大致上就把我們的 網路連線 寫好了 接著我們要用一個 壞耳迴圈 這壞耳迴圈呢 是要寫 如果我沒連上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不做事情 然後我們就輸出 印出我們 WiFi 連上 這個呢 是告訴使用者 D1迷你現在的狀況 如果沒連上 他就不會印出這裡 所以他就會是 PASS 如果我們連上 我們就會印出 這個WiFi 連上 告訴使用者 他現在的狀況 是怎麼樣 是連上的 還是還沒連上 這串呢 就是要 讓 RFID這個名稱 去套用這個 韓式庫裡面的東西 然後使我們RFID的A0 角位可以用 然後我們要去設定LED 讓寫一個 D1迷你上面的角位給LED用 然後懸告那個角位是輸出的 我們懸告第15支 角位給他 接下來就 再進入一個壞耳迴圈 接著呢我們的LEDValue給他 低電位 低電位的原因就是 讓他搜尋卡片先前關閉LED燈 接著呢我們先搜尋RFID的卡片 讓他去搜尋RFID的卡片 這串呢就是在 搜尋 卡 片 的程式 接著我們要一個 if判斷式 這個判斷式呢就是在判斷如我們 有沒有讀到我們的 卡片 然後去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去做 讀取 RFID這個動作 然後 讓那個讀到卡片點亮LED 然後一個在一個判斷式 接下來動作是點亮我們的LED 這個值呢我們給他為1 高電位 讓他點亮 因為他已經有讀到了 因為他是RFID點OK 所以就是有 就去動作 然後如果有的話 就去讀取我們的卡片 接著我們要給他一個ID 這裡我們要去做一個 編碼的動作 因為讀下去他是2進制 我們把他轉成16進制 然後丟到我們的 裡面去 接著呢我們就把他印出來 我們的卡號 因為我們ID是已經編碼完成 所以我們就把他直接印出來 就知道我們卡號是多少 這裡打偵測大卡號 然後呢 後面接我們的ID 再來我們要去連動我們的 剛剛那個IFTT的網址 我們要去到我們的瀏覽器裡面 然後呢 把我們那一串連結複製起來 這串連結把它複製起來 這裡會有一個 Key的地方 剛剛改Home這個位置 底下有一個 連結我們把它Ctrl C 然後把它貼上來 我們的UIL就寫完了 再來讓他去抓到我們這個UI 讓他抓到這個UIL要用這個套件 U Request 然後點Get 我們的UIL 我們的UIL 然後去加上 我們的Value 1 引號裡面是我們的變數 加上我們的ID 然後讓他暫停個0.5秒 所以我們就要用到Tine這個套件 固件 這樣我們就完成我們可以做存檔測試 出車 然後他說我們的第四行有錯 我們回去檢查一下 這也是STA 再試試看 我們的第九行有錯 這裡要把它加1D 這樣就大致上沒有問題 然後他現在在抓我們的WiFi 可能要靠近我們的WiFi近一點 因為這個D1 Mini沒有天線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有點距離的話他可能會連線不到 我們換一下 另外一台 再做測試 看看 他有連上了 連上之後呢我們拿我們的一張空白卡 把它靠上去 我們的讀卡機上面 它就會有偵測到我們的卡號 然後我們可以先去 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然後去打開我們的 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 申請這個帳號的 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 我們先去打開看看 這裡打Google表單 進到我們這個 試算表 然後前往Google表單 然後我們換到我們剛剛 用我們的 SHIP的那個帳號 SHIP的那個帳號 這裡會有一個上下班 打卡 就是我剛剛創建的那個名稱 在FTTT 創建那個名稱 我們點開 他有看到就是我們的卡號 第一個是我們剛剛做測試的那個 TEST TEST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那格是我們做測試這個 TEST IT 所以呢他沒有讀到什麼卡號 可是他有發送 就代表我們這個轉戰有建立成功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在程式上面寫的 寫好之後我們靠近我們的卡 然後他有讀到我們的數值是這個數值 第一個欄位是我們的偵測的馬上時間 即時時間 我們是2點55PM 再來第二個是3點46 這個是測試的 這個是我們寫好程式 就是COV卡的那一個 然後這是我們的專案名稱 我們可以再做另外一檔卡測試看看 他會把它寫進來 由這一個 第二個出現 所以這不用去做重整 他就會馬上把 即時代入進來 這就可以用在我們上課 的刷卡 或是上下班 的打卡應用 你看這裡都是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不對的 我們的卡號是F9216A1這個5的這個 然後再回去看我們的試算表 F925 E6這個 所以這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靠這種模式方式去 讓我們的資料丟上我們的Excel試算表裡 建立一個資料表 然後我介紹到這裡